欢迎来到20学区学前班中心Z011 我们是11个学前班站点的其中一个 位于125865街 我们的站点经过了全面方星 在2015年9月份开放 提供7个学前班的班级 在我们的主办公室里 你会找到我们的副校长 Maria Harnell 我们的现场协调员 Katy Fan 和我们学校的助手 Boussin Pellegrino 他们非常乐于回答你们的所有问题 并且支持学校所有的日常操作 我们的学生 员工和学校社区的安全 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当你进入我们的每一座建筑物时 我们的学校安全警卫都会向你致敬 每一个中心在任何的时候 都有纽约市警察局安全部门的代表 所谓者 为了确保学生和教职员的安全 所有的访客都必须出示身份证明 并且在进入大楼的时候 以警卫报道 我们有一个非凡的培育团队 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最佳的学前班体验 每个班级都有一位经养丰富 并在幼儿教育方面获得认可的老师带领 还分配了训练有素的助教来协助每个班级的老师和学生 在我们的普通教育班级里 该比例最多为18名学生 一名老师和一名助教 我们的老师有效地为课程做好准备 以便为所有的学生提供大量探索新概念的机会 学生参与大组和小组会议 还有他们选择的中心 建立口语和培养社交情感技能 是学前班的两个重要目标 同时还要提高读写 数学、科学、社会研究、音乐和艺术方面的内容 实践式学习是我们学前班计划的基石 父母是孩子学习的重要合作伙伴 请接掌定期参与他们的学习 所有第20学区的学前班中心 都跟随教育局学前班的学习单元 我们的学习单元使我们的小学者 可以加深对自己以及周围世界的基本了解 主题的意志性 使我们的老师有机会帮助孩子 成为批判性思想家 同时培养重要技能 我们的学习单元是 欢迎来到学前班 我们的五种感官 关于我们的一切 我们居住的地方 交通、关、水、植物、婴儿和转化 有目的性的创造性的游戏 阅读、同伴互动和父母参与 是帮助我们的孩子 家长咨询委员会 家长咨询委员会 家长咨询委员会每个月会有一次的会议 这是为家庭提供了一个积极参与孩子的学前班体验的机会 我们还为家庭提供定期的机会 与他们的孩子在学校积极互动 除了四次家长教师会议以外 这些家长参与的时间 在整个学年内都会发生 家长可以随时要求 与老师或者现场协调员举行个别的会议 在学前班中 我们专注于社交情感技能的发展 早期的社交情感技能 与我们未来的社交情感 学术和专业技能有关 社交情感技能可以帮助孩子 坚持挑战性的任务 在需要时有效寻求帮助 并具有体贴的举动 我们的学生有很多参与社交活动的机会 例如运动和特殊的内部旅行 这些在成长阶段的内部旅行 是我们可以免费为学生提供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内部旅行不敢通过 为孩子提供动手实践的经验 来创大他们的学习和经验 并且还增加了孩子们 对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知识和了解 所有的旅行 所有的旅行与我们的学习单元是一致的 当他们来探访或去社区散步时 他们有机会认识附近的社区工作者 我们的学生喜欢在社区散步 并探索与他们学习单元相对应的不同主题 同样重要的是利用学前班以外的环境 使孩子有智慧向当地社区学习 并成为当地社区的一部分 孩子们与当地环境的关系 可以持续一生 在儿童的一生中 建立起这些关系和价值观 将有助于他们成为具有社区医师 和负责任的成年人 我们有两个相近的体育师 其中一个宽床的房间 助于让我们的学生骑三轮车 打呼拉窗 跳弹力球和打篮球 来提高大幅运动技能 我们的第二个体育室 我们也称为礼坛 有田冲墙壁和弹簧地板 为学生在跳来跳去的时候提供支撑 它还有一个舞台 我们的学生在这个空间里有音乐和运动 并为家人提供技术性的表演 我们还在这个空间里为我们的家庭举办研讨会 我们的中心配备了一个食品储存室 由货政学校食品人员进行管理 每天在教室里提供家庭风格的早餐和午餐 这允许学生们与同伴之间互相交流和社交 我们的健康菜单包括新鲜水果和牛奶 如果孩子有饮食上或者过敏反应受到香剂的话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与父母合作 要了解有关纽约市学校食物计划的更多资讯 或想访问学校的食物菜单 请访问以下的这个网址 Z011站点有一名全级护士 我们的学校护士是经过训练有则造的医疗专业人员 他为我们提供纽约州法律 纽约市卫生法规和教育局长条列确定的一系列医疗服务 我们鼓励学生在午餐后午睡大约45分钟 每个孩子都会有自己的睡店 父母要求提供干净的床单和被子 不想午睡的学生在这段时间内也要安静的休息 在这个中心学生洗手间位于教室外面 全天都可以洗用 所有学生都会得到陪伴 并在需要的指导下给予致辞 鼓励家长为孩子提供一套或多套更换的衣服 以便在意外的情况下备用 感谢你对我们的站点进行虚拟参观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信息 请继续访问我们的网站 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发信给家长协调员 站点协调员或者副校长 你也可以打电话到Z011站点 电话是718-234-4519